西武王伐咒 千九鼎于洛邑 伯夷 书其伯之 饿死于守阳 不识其路 周游称圣格焉 然孔子贤此二人 以为不将其智 不辱其身也 而孟子一云 闻伯夷之风者 贪夫连 莫夫有力智 奋呼百事之上 百事之下莫不兴起 非贤人而能弱是乎 汉兴有元公 习礼记 夏皇公 陆礼先生 此四人者 当秦之事 避而入商落深山 以待天下之定也 自高祖文而照之 不至 其后屡后用刘侯记 使皇太子悲此数 博至礼 安车迎而 至之 四人记智 从太子见 高祖客而敬焉 太子得以为众 遂用自安 与在留侯传 其后骨口有正子贞 属有严君平 皆修身自保 非其福福福 非其十福时 成帝时 原旧大将军王凤 以礼聘子贞 子贞遂不仁出而终 君平补适于成都市 以为 补适者见业 而可以会众人 有邪恶非正之问 则一师归为言厉害 与人子言依于孝 与人帝言依于顺 与人臣言依于忠 各因事导致以善 从无言者 已过半以 才日月数人 得百钱族字养 才必四下连而受老子 伯览王不通 依老子 言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 杨雄少时从游学 以而是经师显明 数为朝廷在位 贤者称君平德 杜陵里强素善雄 九之为一周目 喜为雄曰 吴贞得言君平以 雄曰 君被离以待之 彼人可见而不可得屈也 强心以为不然 即至属 至离与相见 足不敢言以为从事 乃探曰 杨子云成之人 君平年九十余 遂以其夜中 属人爱敬 至今称焉 及雄柱书言当事事 称此二人 其论曰 或问君 此吉梅氏而名不衬 何事诸名清可己 曰 君子得名为己 良 其 楚 赵之君非不负且贵也 恶乎成其名 谷口正子真不屈其志 庚于岩石之下 名震于京师 其其清 其其清 除两宫之节 其清已呼 属言占名 不作苟见 不智苟得 久悠而不改其操 随随 何何以加诸 举之以瞻 不亦保护 自元公 习礼记 下皇宫 陆礼先生 郑子真 严君平皆未尝试 人其风生足以积贪力俗 近古之义民也 若王吉 共语 两宫之属 皆以礼让进退 云 王吉自紫阳 狼邪高于人也 少好学明经 以俊力举孝莲为狼 捕若卢又成 千云阳令 举贤良为昌义中尉 而王好游猎 驱持国中 动作王节 即上书见 约 陈文古者诗日行三十里 即行五十里 诗云 匪风发兮 匪车皆兮 故瞻周到 忠心达西 说曰 是非谷之风也 发发者 是非谷之车也 接接者 盖伤之也 金者大王姓方语 曾不半日而吃二百里 百姓颇费耕丧 至到千玛 臣于以为民不可数便 西兆公述职 当民是 时 舍于堂下而听断烟 事实 人皆得其所 后世思其人恩 致呼不乏甘堂 甘堂之师是也 大王不好疏数而乐意有 逢是准贤 实诚不止 口卷呼嗤诈 手苦于垂沛 身劳呼车于 朝则冒误露 咒则被尘埃 下则为大鼠之所报之 东则为风寒之所掩薄 术以软翠之欲体犯勤劳之繁毒 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 又非所以尽仁义之龙也 富广夏之夏 戏瞻之上 名师居前 劝颂在后 上论堂 于之祭 下吉音 周之盛 考人圣之风 习治国之道 焉发愤旺时 日心觉德 其乐企图闲觉之间灾 修则抚养屈信以利行 进退不屈以时下 悉心土固以炼赃 专义基金以示神 鱼以养生 其不常灾 大王成留意如此 则心有谣 顺之志 提有桥 松之寿 每生广玉灯而上文 则福禄其凑而设计安逸 皇帝人圣 至今私目未待 于观管又持一列之乐 未有所幸 大王一肃夜念此 以成圣意 诸侯骨肉 莫亲大王 大王于蜀则自也 于味则臣也 一身而二任之则家焉 恩爱行一千戒 有不惧者 于以上文 非享国之福也 臣即于壮 愿大王察之 王赫虽不尊道 然由之敬礼即 乃下令曰 寡人造型不能无度 中位甚中 束缚无果 使业者千秋次 中位牛肉五百斤 九五十 俯武术 其后复放从自若 急者见征 甚得俯弊之意 虽不致民 国中莫不尽重焉 九之 昭帝崩 王四 大将军获光秉政 浅大红卢 宗正营昌义王 及及奏书戒王曰 陈文高宗亮案 三年不言 金大王已丧事争 一日夜哭泣悲哀而已 甚无有所发 且何读 丧事 凡难面之君何言哉 天不言 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愿大王察之 大将军仁爱永志 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 是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 先帝弃群臣 属以天下 既又孤焉 大将军抱持又军强宝之中 不正施教 海内燕燃 虽周公 一隐王以家也 金帝崩 王四 大将军为司 可以奉宗庙者 攀元而立大王 其人后 其有量哉 臣愿大王是知敬之 正是一听之 大王垂拱南面而已 愿留意 常以为念 王济道 即为二十余日以行淫乱废 昌 一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 令汉朝不闻之 又不能辅道 献王大鳄 接下御珠 为己与郎中令公岁以终植树见证得减死 婚为成诞 起家父为一周次使 并去官 赴征为博士 见大夫 适时 宣帝颇修五帝故事 宫是车伏胜于昭帝 室外七许 使 王氏贵宠 而上宫亲正是 任用能力 即上书言得失 曰 陛下宫圣至 总万方 帝王图及日 臣于前 为思事物 将心太平 赵书美下 民心人若更生 臣服而思之 可谓治恩 为可谓本物也 御智之主 不适出 宫亲信德遭遇其时 言听见从 然未有见万事之长策 举民主于三代之龙者也 其物在于七会不输 断欲听诵而已 此非太平之机也 陈文圣王宣德流化 毕自尽使 朝廷不备 难以言至 左右不正 难以化远 民者 若而不可胜 于而不可欺也 圣主独行于身宫 德则天下称颂之 施则天下闲言之 行发于尽 必见于远 故谨选左右 审则所使 左右所以正身也 所使所以宣德也 施云 己己多事 文王以明 此 其本也 春秋所以大义同者 六合通风 九州共冠也 金俗力所以慕民者 非有礼一科 只可适时通行者也 独赦刑罚以守之 其欲智者 不知所由 以翼穿凿 各取一切 全觉自在 故一变之后 不可复修也 是以百里不同风 千里不同俗 护义正 人疏服 诈尾萌生 刑罚亡疾 智朴日消 恩爱尽薄 孔子曰安上至名 莫善于礼 非空延也 王者为治理之时 引先王礼仪于金者而用之 臣愿陛下成天心 发大业 与公卿大臣言及如生 恕 旧礼 明王志 屈一世之民 即知人寿之欲 择俗何以不若成 康 寿何以不若高宗 谢见当事 屈物不合于道者 谨调奏 为陛下财则焉 即义以为 夫妇 人伦大纲 妖兽之盟也 世俗嫁娶太早 为之为人父母之道而游子 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妖 聘妻送女王节 则贫人不及 故不举子 又汉加烈侯上公主 诸侯则国人成翁主 使男是女 夫屈于父 逆阴阳之位 故多女乱 谷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 以包有德而别尊卑 今上下铁叉 人人自制 是以贪财诸力 不畏死亡 周之所以能致志 行错而不用者 以其尽邪于明明 绝恶于魏蒙也 又言 顺 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事 而举高桃 一饮 不仁者远 今始俗利的任子弟 帅多骄傲 不通古今 至于激功至人 王毅于明 此法谈所为作业 以明选求贤 除任子之令 外家及故人可厚以才 不宜居位 去脚底 检阅府 省上方 明是天下一简 古者公不造雕小于 王源大于 商不通耻迷 非工商之独闲 正教使之然也 民见简则归本 本利而莫 成 其旨如此 尚以其言于阔 不慎宠义也 即遂谢病归狼邪 使及少时学问 居长安 东甲有大枣树垂及亭中 吉父取早已淡吉 吉后知之 乃去父 东甲闻而欲伐其数 邻礼共指之 因故请吉令还父 礼中为之与曰 东甲有数 王阳父去 东甲早完 去父父还 其利至如此 吉与共语为有 是称王阳在位 共公谈官 言其取舍同也 原地出即位 遣使者 争贡于予即 即年老 道病足 上道之 父遣使者 调词云 出 即兼通 五经 能为周氏春秋 以诗 论语教授 好良秋贺说义 令子俊受焉 俊以孝莲为郎 左曹臣贤贱 俊贤父子 精明行修 以贤以利俗 光禄勋 匡衡 义举郡有专对才 先见大夫 使则淮扬献王 先赵内使 即作昌义王 被刑后 借子孙吾为王国力 故郡道病 免官归 起家父为幽州次使 先司力校尉 奏免丞相匡衡 先少府 八岁 成帝玉大用之 出骏为经兆尹 事已正事 先是 经兆有兆广汉 张厂 王尊 王张 智骏皆有能名 故经师称曰 前有兆 张 后有三王 而薛轩从左逢一代 骏为少府 惠玉使大夫缺 古勇奏言 圣王不以名誉 家于时效 考计用人之法 薛轩正事已是 尚然其义 薛为少府岳于 岁超玉使大夫 至丞相 俊乃代 薛为玉使大夫 并居位 六岁病足 敌方近代 俊为大夫 数月 薛轩免 岁代为丞相 众人为薛恨不得封侯 薛为少府时 惜死 因不复取 或问之 薛曰 得非增参 子非华 元 义和敢取 薛子重以赴任为郎 历次使 薛 守 智有能名 建平三年 以河南太守 征入为玉使大夫数月 事时 成帝就安城公侯夫人放寡居 供养长信公 做助祖下狱 重奏风事 未放言 放外家解释与重为婚 哀帝以重为不忠诚 策照重曰 朕以君有蕾世之美 故于列次 在位以来 忠诚匡国未闻所由 返怀诈轩之词 欲以攀就就因之家 大逆之孤 举措专字 不遵法度 亡以示百聊 左迁为大司农 后喜魏魏 左将军 平帝即位 王莽秉正 大司空 彭轩起海谷罢 重代为大司空 丰福 平侯 岁于 重复谢并起海谷 皆必亡莽 莽遣救国 岁于 未复必所读 轰 国除 自及至宠 世民清廉 然才器名称 稍不能及付 而鹿为迷龙 接好车马衣服 其字奉养 即为鲜明 而王金银锦绣之物 即千禧去处 所载不过囊医 不处积于财 去未家居 亦不依书使 天下扶其连而怪其奢 故俗传王羊能作黄金 共语自少翁 狼邪人也 以明经结形著文 正为博士 梁州赐使 并去官 父举贤良为何难令 岁于 以执事为辅官所责 免官谢 于曰 冠亦免 安妇可官也 岁去官 原地出即位 争与为贱大夫 数须即问已正事 事实 年岁不登 郡国多困 与奏言 古者公事有志 宫女不过九人 莫马不过八匹 强途而不雕 木魔而不克 车于器物皆不文化 愿又不过数十里 与民共之 任贤使能 十亿而睡 无他赴脸 摇树之意 使民岁不过三日 千里之内自己 千里之外各自共之而已 故天下家给人足 宋生并坐 至高祖 孝文 孝景皇帝 寻古节俭 宫女部 过时于 旧马柏于匹 孝文皇帝 一体旅阁 继亡雕文 金银之事 后世争为奢侈 转转一圣 臣下一厢放效 衣服旅库刀剑乱于主上 主上时临朝入庙 众人不能别意 甚非其宜 人非自知奢铁也 有鲁昭公约 吾合铁矣 金大夫铁诸侯 诸侯铁天子 天子过天道 其日久矣 城衰旧乱 剿腹古化 在于陛下 臣于以为 尽如太古南 以少放古以字节焉 伦宇曰 君子乐节礼乐 方金公事已定 亡可奈何以 其余尽可减损 故时其三福官 书物不过十四 方金其三福官 做公各数千人 一岁费数巨万 赎广汉主金银器 岁各用五百万 三公官官费五千万 东西之事亦然 旧马十速将万匹 陈宇常从之东宫 剑刺淮岸 尽文化金银事 非当所以此时尘下也 东宫之肺义不可圣计 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 是也 今民大饥而死 死又不葬 为犬诸时 人质相识 而旧马十速 苦其大肥 气甚怒至 乃日不作之 亡者受命于天 为民父母 故当若此乎 天不见焰 五帝时又多娶好 女志数千人 以田后宫 及弃天下 朝地又弱 或光专世 不知理政 妄多赃金钱财物 鸟 兽 鱼 鱼 牛 马 虎 暴生琴 凡白酒食物 尽亦脏之 又皆以后 宫女至于元陵 大师礼 逆天心 又未必称五帝一也 朝地宴假 光复行之 至孝宣皇帝时 陛下恶有所言 群臣亦随故事 甚可痛也 故事天下成化 娶女皆大过度 诸侯妻妾获至数百人 豪富力民处 鸽者至数十人 是以内多怨女 外多矿夫 及重数葬埋 皆须地上以实地下 其过自上生 皆在大臣 寻故事之罪也 为陛下身查古道 从其捡者 大捡损成于浮育器物 三分去二 子产多少有命 审查后宫 则其贤者留二十人 于西归之 及朱陵园女王子者 宜西浅 独渡陵宫人数百 成可哀怜也 就马可亡过数十匹 独设长安城南院地 以为田列之幼 自成西南至山西至 户皆赴其田 以与平民 方金天下激谨 可亡大自损捡已就知 称天一呼 天生圣人 盖为万民 非独使自于乐而已也 故事曰 天南陈思 不亦为王 上帝邻女 无 二耳心 当仁不让 独可以圣心参诸天地 魁之亡谷 不可与陈下一也 若其阿易顺旨 随君上下 陈宇不胜全全 不敢不尽于心 天子纳善其中 乃下诏令太普 俭时古马 水横俭时肉寿 省宜春下院 以与平民 又霸脚底诸细 及其三福官 先与为光禄大夫 请知 与上书曰 陈宇年老贫穷 家子不满万钱 妻子康斗不善 树鹤不完 有田百三十亩 陛下过亦征臣 臣迈田百亩以公车马 至 拜为贱大夫 至八百十 奉前月九千二百 领时太官 又蒙赏赐四十杂增 年婿 衣服 酒肉 诸果物 得后甚深 疾病是一灵志 赖陛下神灵 不死而活 又拜为光禄大夫 至二千诞 奉前月万二千 路次欲多 家日一亿父 生日一亿尊 成非草毛于臣所当盟也 福自念 忠王已报后得 日夜惭愧而已 臣与全马之尺八十一 血气衰竭 耳目不聪明 非父能有补义 所谓素参师入乌朝之臣也 自痛去家三千里 凡有一子 年十二 非有在家为臣聚观国者也 成孔一旦颠仆气节 不负自还 乌习 鉴于公事 海骨气涓 孤魂不归 不胜私怨 怨起海骨 即身生归乡里 死亡所恨 天子报曰 朕以生有薄夷之连 始于之职 守经俱战 不阿当事 孜孜于民 俗之所寡 故亲近生 积参国政 今未得九闻生之奇论也 而云欲退 亦其有所恨语 将在位者与生疏忽 王者常令 经常与生 欲及生 石鹿生之子 既一欲以 金妇云子少 妇以王命辩护生家 虽白子何以家 传约王怀土 何必思故乡 生其强犯甚及 以自府 后月余 以羽为长信少 府 惠玉使大夫 陈万年族 与代为御使大夫 列于三宫 自与在位 数言得失 书数时尚 予以为古民王父算口钱 其武帝征伐四宜 重负于民 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 故民重困 至于生子折杀 甚可悲痛 以令二七岁去 持乃出口钱 年二十乃算 又言古者不以金钱为弊 专益于农 故意夫不耕 必有受其积者 金汉家筑钱 及朱铁关皆智利足徒 宫山取铜铁 一岁宫十万人以上 中农十七人 使七十万人常受其积业 凿地数百丈 消阴气之 经 地赃空虚 不能寒气出云 斩伐林木 王有时尽 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 自武朱前 其以来七十余年 民座道铸前 被行者众 妇人积前满事 游王燕族 民心动摇 商骨求利 东西南北 各用智巧 好衣美食 岁有十二之利 而不出租税 农夫父子暴露中也 不必寒暑 左土 手足便知 以奉股租 又出稿税 相不思求 不可胜贡 故民弃本竹墨 耕者不能办 贫民虽赐之田 由贱卖以假 穷则起为盗贼 何者 莫利申而获于钱也 是以奸邪不可尽 其原皆起于钱也 及其末者 绝其本 以霸彩诸欲 金银筑钱之官 无负以为弊 是谨物得贩卖 除其租租之率 租税入赐皆已 步驳几股 使百姓亦归于农 复古道便 又言诸离宫 及常乐宫位 可减其太半 以宽瑶役 又诸官奴必十万 于人系游王室 税良民已给之 岁费五六巨万 以免为数人 领时 令待关东数族 呈北边亭赛厚望 又欲令尽臣自诸曹 事中以上 家王的私贩卖 与民争利 贩者者免官消绝 不得是患 于幼言 孝文皇帝时 贵连结 见贪污 古人 坠续吉利 作赃者皆禁故 不得为利 赏善罚恶 不阿亲启 醉白者浮其诸 遗者遗与民 王赎罪之法 故令行禁止 海内大化 天下断玉四百 与行错亡义 五帝始临天下 遵贤用事 替地广径数千里 自见功大威行 遂从其欲 用度不足 乃行一切之便 使犯法者赎罪 入骨者补利 是以天下奢侈 官乱民贫 盗贼并起 亡命者众 郡国恐扶其诸 则则便巧利 书席于 既不能欺尚福者 以为幼职 尖鬼不胜 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 者 以磕报微服下者 使居大位 故王义而有才者 显于事 欺瞒而善书者 遵于朝 悖逆而勇猛者 跪于官 故俗皆约 何以孝帝为 财多而光荣 何以礼义为 使书而示患 何以谨慎为 勇猛而灵官 故情义而昆遣者 由父攘臂为正于事 行虽犬至 家父士族 牧子弃使 侍为贤而 故为居官而致富者 为雄杰 触奸而得利者 为壮士 凶劝其弟 负免其子 俗之坏败 乃至于事 查其所以然者 皆以犯法得赎罪 求是不得真贤 向 守崇财力 诸不行之 所致也 金玉星致致 致太平 移除赎罪之法 向 守选举不以时 即有赃者 折行其诸 王诞免官 则征尽力为善 贵孝帝 见假人 尽真贤 举十连 而天下之以 孔子 体肤之人耳 以乐道正身不解之故 四海之内 天下之君 微孔子之言 王所折中 况乎以汉帝之广 陛下之德 处南面之尊 丙万成之权 因天地之柱 其余便是一俗 调和阴阳 桃也万物 化正天下 亦于绝流异对 自成 康以来 机且千岁 欲为智者慎重 然而太平不负 心者 何也 以其设法度而认思义 奢侈行而仁义废也 陛下成身念高祖之苦 纯法太宗之志 正义以先下 选贤以自辅 开尽中正 至诸奸臣 原放产命 射出原灵之女 霸畅乐 绝正生 去甲乙之杖 退尾薄之物 修解简之化 屈天下之民 皆归于农 如此不解 则三亡可谋 五帝可及 为陛下留意省察 天下姓慎 天子下其义 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前 自此史 又罢上林宫管西姓御者 即省建章 甘泉公卫族 俭诸侯王庙卫族 省其伴 于虽未尽从 人家其置职之意 于又奏御罢俊国庙 定汉宗庙迭毁之礼 皆为施行 为御使大夫数月族 天子赐钱百万 以其子为狼 官至东郡都尉 与族后 上追思其义 静下诏罢俊国庙 定谍毁之礼 然通如或非之 与再为玄乘传 两宫皆楚人也 圣自军兵 摄自军茜 二人相有 并驻明杰 故事未知处两宫 少皆好学明经 圣为俊吏 舍不适 久之 楚王入朝 文社高明 聘设为常事 不得以随王 归国故此 愿族学 复至长 安 而圣为俊吏 三举笑脸 以亡国人不得素位补力 再为位 亦为成 圣者至官乃去 周举茂财 为重权令 并去官 大司空何物 直今无言重见圣 哀帝自为定陶亡故 以闻其名 真为见大夫 隐见 圣见宫社 及康复宁寿 既因侯家 有照皆争 圣约 窃见国家争一乌 常为嫁 争贤者一嫁 上约 大夫承私车来耶 圣约 唯唯 有照为嫁 公赦 侯家至 皆为见大夫 宁寿称吉不至 圣居见官 树上书求见 严百姓平 盗贼多 利不良 风俗薄 灾意数见 不可不忧 制度太奢 刑罚太深 妇脸太重 以以简约先下 其言祖术王吉 共语之意 为大夫二岁于 先丞相思旨 图光禄大夫 首又扶风 数月 上之圣非波凡利 乃富还圣光禄大夫 朱力给世中 圣言懂贤乱制度 由氏逆上旨 后岁于 丞相王家 尚书建 顾廷卫良香等 尚书和奏家 言是自意 弥国网上 不道 下将军中 朝者义 左将军公孙禄 私立报宣 光禄大夫 孔光等 十四人皆以为 家应弥国 不道法 圣读书 一曰 家资性斜辟 所举多贪残力 卫裂三公 阴阳不和 诸事并废 旧皆姚家 弥国不宜 金举香等 过微薄 日暮一者罢 明诞赴会 左将军陆问圣 军义王所惧 今奏当上 以和从 圣约 将军以圣义不可者 通何知 博士夏侯常见圣应路不和 启至圣前未曰 一如奏所言 圣以首推长曰 去 后数日 赴会亦可赴校会 校警妙部 一者皆曰一复 圣曰 当如礼 常复未圣 礼有便 圣即言曰 去 事实之 便 常会 未圣曰 我是君和若 君欲小与众议 外宜采明 君乃身徒敌 属尔 先是 常又为圣道高陵 有子沙母者 圣白之 尚书问 谁寿 对曰 寿下侯常 尚书使圣问常 常怜恨圣 即应曰 闻之白衣 借君物言也 奏事不详 妄作处罪 圣穷 无以对尚书 即自合奏与常征言 侮辱朝廷 事下御史忠诚 赵捷问 合奏胜利二千诞 常为大夫 皆信的给世忠 与论意 不重礼意 而居功门下相非恨 即言辩诵 堕满王壮 皆不敬 制约 贬制各异等 圣谢罪 起海骨 尚乃富家赏赐 以子驳为侍郎 出圣为渤海太守 圣谢并不认之官 积六月免归 尚富珍为光禄大夫 圣常称吉卧 数十子尚书起海骨 会哀帝崩 出 狼血丙汉 亦以轻行征用 至今赵尹 后为太中大夫 王莽秉正 圣与汉聚起海骨 自昭帝时 捉俊韩府以德行征至经诗 赐策书数博潜规 赵曰 赈敏劳以官职之事 其物修孝地以教乡礼 行道社转社 献赐聚酒肉 食从者及马 掌力 以食存问 常以岁八月赐阳一头 九二胡 不幸死者 四父亲一 死以终老 于是王莽依故使 白浅圣 汉 策曰 为原始二年六月更吟 光禄大夫 太中大夫其爱二人已老并罢 太皇太后使业者 仆设策照之曰 盖文古者有思年至则至事 所以功让而不尽其力也 今大夫年至矣 赈敏以官职之事凡大夫 其上子若孙若同产 同产子一人 大夫其修身守道 以中高年 四伯及行道舍宿 岁时养九一轻 皆如韩府故使 所上子难皆除为狼 于是圣 汉岁归老于乡里 汉兄子曼容亦养至自修 为官不肯过六百时 折自免去 其名过出于汉 出 宫舍以宫圣剑 真为剑大夫 并免 赴真为博士 又并去 请知 哀地遣使者 及楚拜设为太山太守 舍家居在五元 使者至献请舍 遇令至亭拜 受印寿 舍曰 王者以天下为家 何必献官 遂于家受赵 便道之官 寄至数月 上书起海骨 上征舍 至今召东湖界 故称病毒 于此使使者 收印寿 拜舍为光路大夫 数次告 舍中不肯起 乃遣归 舍一通五经 以鲁师教授 舍 圣继归乡礼 拒二千旦常立出道 官阶至其家 如师弟子之礼 舍年六十八 王莽居舍中族 莽济篡国 前五威将帅 行天下风俗 将帅亲凤阳 久存问圣 明年 芒遣使者 即拜圣 为讲学祭酒 圣称 即不应征 后二年 芒父遣使者 奉喜书 太子师友 祭酒印寿 安车四马 迎圣 即拜 至上卿 先次六月 录职以办庄 使者与俊太守 县掌立 三老官署 行义诸生 千人 以上入圣礼制照 使者御令 圣起营 九历门外 圣 称病毒 为床室中户 西南有下 东守家朝服 脱身 使者入户 西行南面立 制照赴喜书 千言在拜奉印寿 内安车四马 禁卫圣约 圣朝未常望君 制作未定 代君为政 斯文所欲施行 以安海内 圣对约 肃于 家已年老被病 命在朝夕 随使君上道 必死道路 无亿万分 使者要说 至已印寿 就加圣身 圣者推不寿 使者急上言 方圣下暑热 圣病少气 可需秋凉奶发 有赵许 时者五日 亦与太守 拒问起居 为圣梁子 及门人高 徽等言 朝廷虚心 代君 以毛土之风 虽疾病 移动 移至 转舍 是有行义 必为子孙 移大业 徽等白 时者 与 圣自之 不见听 即为徽等 无受 汉家 厚恩 无以报 今年老以 但目入地 亦其以一身 十二性 下见故主灾 圣因 赤以 观脸丧事 依周于身 观周于依 物随俗 动五种 种伯 坐祠堂 与弼 遂不复 开口饮食 即十四日死 死时七十九 以 使者 太守灵脸 自父亲 祭祠如法 门人摔跌至丧者百树 由老父来调 哭肾哀 祭儿曰 皆呼 勋 以香自烧 高以明自消 功生静邀天年 非无土也 遂躯而出 莫知其水 圣居彭成连礼 后世刻时表其礼门 报宣自子都 渤海高成人也 好学 明经 为献香色夫 守树周成 后为都尉 太守公曹 举孝连为狼 并去官 父为周从事 大司马 为将军王商匹轩 剑为一郎 后已并去 哀帝出 大司空和武厨轩为西草院 慎敬重焉 剑轩为剑大夫 千玉周目 岁于 丞相思职 郭亲奏 宣举措 凡科 带二千代 鼠吏听诵 所查过照条 行不成船去 法驾 驾一马 舍速相亭 为众所非 宣作勉 归家数月 赴征为剑大夫 宣美居位 常上书见征 其言少文多时 事实 帝祖母父太后 玉宇成帝母 据称尊号 丰爵亲属 丞相孔光 大司空师丹 和武 大司马 父习 史直正义 师父太后 指 皆免官 丁 父子弟 并进 董贤 贵姓 宣以见大夫 从其后 上书 建曰 窃见孝成皇帝时 外亲持权 人人牵引所思以充色朝廷 防贤人路 拙乱天下 奢态王度 穷困百姓 是以日时且时 会兴四起 威王 知争 陛下所亲见也 今奈何反复拒于前乎 朝臣王有大如骨梗 白首其爱 傀儡之事 论意通古今 愧然动众心 忧国如饥何者 臣未见也 敦外亲小童及姓陈董贤等在宫门省护下 陛下欲与此共成天地 安海内 甚难 今世俗为不智者为能 为智者为不能 西遥放肆罪而天下福 今除一利而众皆获 古行人尚福 今赏人返获 请记为奸 寻小日进 国家空虚 用度不足 民流亡 去城郭 盗贼并起 立为残贼 遂增于前 凡民有七王 阴阳部 和 水汗为灾 一王也 现观众则更付租税 二王也 贪力并攻 受取不已 三王也 豪强大姓蚕食王宴 四王也 颗粒摇曳 施农丧食 五王也 部落骨鸣 男女遮裂 六王也 盗贼劫掠 取民财物 七王也 七王尚可 又有七死 库立殴杀 一死也 治愈深刻 二死也 冤陷亡孤 三死也 盗贼横发 四死也 怨仇相残 五死也 岁恶饥饿 六死也 石器极异 七死也 民有七王而无亦得 欲望国安 成难 民有七死而无亦生 欲望行错 成难 此非公卿 守 向贪残成化之所致也 群臣信德居尊官 石众路 岂有肯加策引于细民 驻陛下留教化者也 智旦在寅思家 称兵客 未兼力而以 以苟容屈从为贤 以拱墨师路为志 未如陈轩等为鱼 陛下着臣言学 成继有一毫毛 企图欲使臣美食大观 崇高门之地哉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 陛下上为皇太子 下为梨树父母 为天牧养圆圆 世之当如依 何师究之师 今贫民菜食不厌 依又穿空 父子夫妇不能相保 成可为酸鼻 陛下不救 将安所归命乎 奈何独私养外 亲与姓陈董贤 多赏赐以大万数 使奴从宾客 将酒获肉 仓头卢尔皆用致富 非天意也 己汝昌侯父商王公而封 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 乃天下之官爵也 陛下取非其官 官非其人 而望天说民福 岂不难哉 方阳侯孙宠 宜林侯西夫公便足以一众 强可用独立 奸人之雄 或是犹拒者也 以以时罢退 及外亲又同位通经术者 借以令修旧师父 即征顾大司马复习使领外亲 顾大司空和武 师丹 顾丞相孔光 顾左 将军彭轩 经接耕博士 为接力三功 至谋威信 可与建教化 图安威 功胜为私职 郡国皆甚选举 三府尾书官不敢为奸 可大委任也 陛下前已小不忍退无等 海内失望 陛下上能荣亡功德者慎重 增不能仁无等邪 至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 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 上之皇天见浅 下之离树怨恨 似有建征之臣 陛下苟欲自博而后恶臣 天下由不听也 臣虽愚壮 独不知多寿路赐 美食太官 广田宅 后妻子 不与恶人结仇愿以安身也 城破大 一 官以建征为止 不敢不结于 为陛下少留神明 蓝武经之闻 元圣人之致意 身思天地之界 陈轩纳顿于此 不胜行卷 尽死劫而已 尚以轩名儒 幽容之 适时 郡国地震 名额言行仇 明年正月朔日时 尚乃征孔光 缅孙宠 西夫公 霸氏中 朱曹黄门狼 数十人 宣复上书言 陛下 父是天 母是也 子养黎明 即位已来 父亏明 母震动 子额言相惊恐 今日 十余三时 成可畏惧 小民正月朔日上 恐毁败气物 何况于日 亏乎 陛下身内自责 毕正殿 举直言 求过失 罢退外 亲疾旁 则素餐之人 争败孔光 为光禄大夫 发觉孙宠 西夫公过恶 免关遣救国 众树西然 莫不说喜 天人同心 人心说 则天意结矣 乃二月秉须 白红寒日 连阴不语 此天有幽结未解 明有愿望 未塞者也 世中 驸马都未懂贤 本无家福之亲 但以令色 于言自尽 赏赐王度 竭尽辅藏 并合三地上 以为小 负坏报事 贤父子坐 使天子 使者将坐至地 行业立足 皆得赏赐 上种有会 折太官为公 海内贡献当仰义君 尽返进之贤家 其天意与民意耶 天不可久付 厚之如此 反所以害之也 承越哀贤 以为谢过天地 解仇海内 免遣救国 收成于弃物 还之现官 如此 可以父子中 其性命 不折 海内之所仇 未有得久安者也 孙宠 西夫公不宜居国 可皆免以示天下 附争和武 师丹 彭轩 复喜 旷然使民意是 以应天心 建立大政 以新太平之端 高门去省护数十部 求见出入 二年卫省 御时海滨 则漏自通 原以 愿赐数 克之间 集结木之思 退入三权 死亡所恨 上感大义 纳宣言 征和武 彭轩 寻月皆赴为三公 拜轩为私利 十 埃地改私利 孝为淡为私利 官彼私职 丞相孔光四十行援灵 官属以令行持道中 宣出逢之 使利勾指 丞相院使 梅入骑车马 催如宰相 是下御史 忠诚 是御史之私利官 御补从事 闭门不肯内 宣作聚避使者 亡人臣礼 大不敬 不道 下亭未遇 博士弟子 济南王贤举 翻太学下 曰 御旧报私利者 会此下 诸生会 者千余人 朝日 这丞相孔光自言 丞相车不得行 右手却上书 上岁底宣 最简死亦等 昆前 宣祭背行 乃喜之上党 以为其第一田木 又少豪俊 亦掌雄 遂家于掌子 平地即位 王莽秉正 因有篡国之心 乃丰周俊 以罪法案诸诸豪杰 即汉中 职臣不负己者 宣及何无等皆死 时 名不拢惜心心 心与宣女婿 许干聚过宣 一饭去 宣布之情 作戏欲 自杀 自成帝至王莽时 清明之士 狼邪又有季群王思 其则薛芳子荣 太原则寻月沉重 寻香至宾 佩俊则唐林子高 唐尊伯高 皆以明经赤行 显明于世 季群 两唐皆是王莽 封侯贵重 立功轻位 唐林树上书见证 有终之节 唐尊一碧吕空 以瓦器饮时 又以利益公轻 被虚伟名 寻月 向 同族昆帝也 并举周俊孝莲 茂财 树柄 去官 月散其仙人子千余万 已分十九族周礼 智节由高 向王莽时征为太子四友 并死 芒太子前使 睡宜依依亲 其子攀官不听 曰 死父遗言 师有之送物有所授 今与皇太子得托有关 故不授也 经师称之 薛方常为俊院祭久 长征不至 急忙以安车迎方 方因使者辞谢曰 瑶 顺在上 下有朝游 金明主方龙堂 于之德 小陈御守积山之劫也 识者以闻 莽说其言 不强制 方居家以经教授 习蜀文 著师父数十篇 使数弥国卿 哀帝时为丞相思职 奏免御周目报宣 经照隐缺修等 右奏董贤 左迁卢奴令 平地十迁南郡太守 而杜陵蒋许元 轻为眼周刺史 亦以连职为名 王莽居舍 心 许皆已并免官 归乡礼 卧不出户 足于家 齐立荣克卿 北海秦庆子下 苏章尤卿 山阳曹静子 七皆如生 去官不适于莽 莽死 汉庚使征静以为丞相 封侯 御是智贤人 销寇贼 静不受侯绝 惠斥眉仁长安 御将静 静守剑阁死 士祖即位 征薛方 道病足 两宫 报宣子孙接见包表 至大官 赞曰 亦称君子之道也 或出或处 或莫或语 言其各得道之一节 替诸草木 屈以别以 故曰山林之事 往而不能返 朝廷之事 入而不能出 二者各有所短 春秋列国 清大夫 及至汉兴将相 名臣 怀禄丹崇 以施 其事者多以 事故清洁之事 于事为贵 然大律多能自治 而不能治人 王 共之才 忧于功 报 守死善道 圣使导焉 真而不量 薛方尽之 郭清 讲许好顿不污 绝技 躺矣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